台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陈明通最近被人在网络上爆料 7月份曾到访泰国 他入境泰国的记录和入住酒店收据等都被公布在社交媒体上 有分析认为此举可能与民进党内斗有关 7月初民进党推举的桃源市长前参选人林志坚论文涉嫌抄袭的新闻正被吵得沸沸扬扬 作为林志坚的指导老师 现任台安全部门负责人陈明通 最近却被爆料7月10号入境泰国 不止入境时在机场的图像被曝光 就连入住酒店等的资料也被抛到网上 有分析认为这件事可能牵涉民进党内斗 当时民进党就曾经传出来 假如林志坚退选止不住血的话 是不是陈明通必须下台来负责 是不是也跟有人想要陈明通这个局长的位置 甚至于民进党的内斗也许也有关系 台当局安全部门前官员也认为 陈明通以安全官员身份到泰国 资讯不该被外界掌握 因此这起事件的背景不单纯 难免不让人家怀疑在现在把这个讯息 这样公开的时候牵涉到内斗 对于陈明通是否在7月到访泰国 台当局安全部门发表新闻稿称 相关内容非属事实 同时表示情报部门人员有关活动 一向不对外说明